大家好 新闻大解读 我是主持人胡中信 我欢迎三位来自基层草根的新生代议员 第一位 新北市员戴伟山小姐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台北市员李明星先生 大家好 高雄市员黄杰小姐 大家好 欢迎 我这个节目特别第一段的政论节目 我几乎邀请这个新生代 我要谈这个新生代 新生代这个名词来自英文 New Generation 那是我大学 美国一个大选的狂潮 就是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麦高文 他提出叫New Generation新生代 这几乎是45年前的事情 虽然麦高文落败 但是他培养一个关系叫做Young Democrat 青年民主党员 在这里面产生一位总统 叫做格林顿总统 换句话说 我为什么非常重视来自基层草根呢 他们现在也许是刚刚进入政坛的 私议员 基层议员 可怕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以后 会成为国会议员部会所长 甚至国家领导者 我用新生代来称呼他们 是有典故的 我们今天就谈两个议题 一 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第二 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我在每天几乎都用说 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以来 史上最诡异的党内初选 两党皆然 但我不知道时代力量会不会派 他们有门票 同时台北市长柯文哲市长的动向 也动见观瞻 我已经约好柯市长来上节目 我当然会直接问他这个问题 我们就来先看一段 民进党的最新状况 我们就依照我们的惯例 会先请民进党旗的戴伟山小姐来 先来做破题 请看 最近台湾石油工会成员 都接到理事长陈嘉玲 署名的这封line 内容写了苏嘉玲院长出力大协助 回馈恰时机力挺保全役 只要您配合手机民调时 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 陈嘉玲还要会员回line 并给电话号码 苏嘉玲到底帮了什么忙 让台湾石油工会干部 这么挺蔡总统 李市长不愿多谈 但苏嘉玲发出新闻稿 说明他确实在4月3号二度接见台湾石油工会代表陈琴 还找了相关单位帮忙沟通夜点费并工资案 以及107年度工作考成案 两个攸关权益奖金的案子 这是民意机关的日常不足为奇 工会自发行动 他予以尊重 他也没参与相关活动 台湾石油工会理事长帮蔡总统拉票恐怕不是特例 上周五蔡总统到嘉玉参加嘉玉市小英之友会活动 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也是前任台湾石油工会理事长庄绝安就坐在台上 党内甚至传出庄绝安可能列入不分区名单 台湾石油工会会员人数超过2万人 民进党总统初选规则会不会纳手机民调还不知道 但音系早就动起来准备应战 台湾出现电视政治评论节目 就是往今天往前挪24年 1995年大约5月第一次出现这段节目 我就是第一批参与者或者从事评论或者主持 24年来我几乎看遍各种政治人物的一个 我应该说官场现行记吧 或20年目睹怪现状吧 或者是拍案惊奇吧 这是明清小说的名字 我只能用这样形容 当然我还是很诚心希望 我这个节目绝对没有任何立场 我不会诱导或暗示什么立场 我会绝对尊重我们的新生代议员的想法 但是有一些理念我还是要强调 不是跟有志大会者共同分享 国家认同 好一本是台湾 不用怀疑 捍卫民主价值 公民社会 这是我们只要读社会科学都必读的马克思韦伯的论述 政治是自业 自业 用西方的话说上帝的护照 热情判断力责任感 好 那东洋的价值观呢 要深沉厚重 磊落豪雄 聪明才变 我们需要深沉厚重者 我请教这个尾山前来看 今天这报纸 这标题未必同意 这阴谋论 是不是有阴谋论 我未必知道 我也不想说用这种论述 倒是有一次我到土耳其 有一个考古遗址 重新出土 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乙福所书 乙福所 整个城市 两千年前的城市出土 那我当然到罗马议场去 罗马议场就是 就好像那个 他们坐成M型的 然后这些政治都一大早 一大早就到坐在罗马议场 坐在马桶上讨论政务 我就问着这个考古人类学家说 为什么罗马人 一大早一边上厕所 一边讨论政治呢 他说这就是政治是肮脏事业的原因 大家听到哄堂大笑 我希望台湾 光明磊落 没有阴谋论 政治也不是肮脏事业 政治还有理想 乙福所还有这个 一个纪念皇帝的图书馆 这图书馆对面 是一个当地的妓院 我就问这个考古学家说 怎么可能国家图书馆 被正对面就一个妓院呢 他说你要知道 我们罗马人 罗马军人非常重视荣誉 假装去图书馆看书 然后从地下道 走到对面的妓院去 这两个故事 都给很大的喜发 政治是肮脏事业吗 我也不认为 难道政治是容易挂在嘴上 然后背地里做一些不见不得人之事吗 我也不希望如此 好 我希望我们的新生代议员 发出你们的基层声音 让在位者知道基层的想法 来我们就先请尾三谈 贵党的党内初选一个纠葛状态 一个麻花卷状态 是其实现在我们都看到民营党的这个初选的节奏已经走到了这个尾声 那目前看到这个状况 那我们觉得说真的要在协调的阶段可以协调整合完毕应该是越来越不可能 我想走向初选就是所谓电话民调的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一个后续的结果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小英总统也开始在动员他的人脉在想办法要进行这个电话民调 那我觉得电话民调其实就是比这个所谓的动员实力啦 所以双方都应该动起来来为自己的这个支持度继续做加温 那我觉得这都是无可厚非 那我就看到前几天的这个新闻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难过啦 那我觉得不应该用阴谋论来形容民党现在这个状态 以事实所谓的八家将事件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算是扣帽子的行为 对于民进党内部的团结并没有好处 那我觉得这个新闻当然在直接第一个想法就是伤害赖嘛 就是说在赖清德好像使用这个公器公器私用这个状况 可是实际上用这个阴谋论来想 同时也伤害了小英也伤害了民进党 因为我觉得这个初选本来就应该是公平的 他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各自努力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那这个状况 那用任何的阴谋论解读 都有可能影响到民进党的团结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叙事方式 有的时候可能是媒体的见缝插针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让别人更来攻击民进党的一个叙事方式 那我觉得大家都不应该这样去想象 那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要走到初选这一步 当然就是自己都有自己的实力嘛 那小英总统他有他的行政的权利 他现在是总统他当然是有他的power去执行 他的这个所有的拉票的行为 那赖清德自己他也有他的一群支持者 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是公平竞争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想太多 那赖清德他也可能只是在一个场合里面 去找他的朋友叙叙旧 那这也不代表说一定这些立委候选人 他一定是特别是挺他或是不挺他 我觉得本来意见就是要多多交流 如果双方阵营的人都不愿意沟通的话 那当然协调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那民进党也不会更加的进步 所以本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希望外界不要做过多的解读 那当然未来这个民调会不会纳入手机 那我觉得这是民进党也许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会纳入手机的状况 就我不晓得会不会啦 但是如果真的纳入的话 那我觉得前面要做很多很多的可能是测试 那不应该是第一次就是直接做这个总统的这个初选 那我觉得这个公平性如果遭受到质疑的话 也会影响到民进党后续的团结 以及外界的这个看法 委三姻我不得不追问 因为本来是5月22号中职会要决定 好像定案 好像我至少今天新闻说好像又要延后了 换句话说本来6月5号要公布人选 是不是有可能延后了 至少今天最新新闻说5月22号中职会未必就定案 因为我的阶层太过基层了 至少今天媒体披露 到底是怎样 但有时候媒体的披露它不见得是正确 那我就还是要正式经由中常会 或是经由党中央宣布 我觉得那才是一个基准点 那至于如果在这个中常会想要变更时间 那中常会本来就是所谓的投票是一个 人比较多你就可以决定 就是要怎么走这个初选的这个规则 那当然形势比人强 那当然说如果可以掌握多数 那当然是可以改变这个规则 那这个在程序正义上是完全没有争议性的 这西方人说不是我说的 最好一切照着游戏规则走 如果游戏规则不利 我就改变游戏规则 民进党好像是这样子 我是说我引述 至少美国政治人物说法 好像这个状况在民进党发生了 我想你今天有两个问题 先请你评论一下这个民进党党内初选 你可以站在在业党立场你尽量讲 同时我要请教你 柯文哲市长目前的动向 至少到今天为止 柯市长已经答应我们正在安排 也许在未来一两周会来我们上节目 我会直接问他参选与否 你能针对民进党的 当然是其他党内问题也请你评论 同时也评论柯市长参选问题 不是 民进党的初选 民进党的家务市 我们第三党 我们在业党来说 其实他们还说我们在指指点点 第三党 你第二大党 我们第二党 我第三方 第三方来说 要变成对他们来指指点点 可是刚刚伟山讲 我觉得说他对于手机纳入民调 他是比较持保留意见 其实学界也都很探讨 我自己研究所的时候 我也是念抽样调查的时候 我认为手机要纳入民调里面 他母体一般要确定 有人拿完8G 有人买信卡像这种 你确定他设计设在哪里吗 所以抽样分成抽样 这是有问题的 就技术上是目前无法克服 可是像现在 比较挺蔡英文的那一边 好像说要把手机民调纳进去 我只是说 但是最有税务力是 年轻族上班族只拿手机 我不是挺英文的 至少 至少大家会说 几乎坦白讲 我不要说年轻 连我都不用试话 没有 那现行的 就是说室内抽话 然后他抽到年轻的比例比较少 那至少说 他把他抽到样本足 或者说样本不够的话 就用那个啦 就是他有一个配方 就说把他的抽样不够了 就用加全把它灌上去 一般目前四化是这样的 那国民党会不会用手机 目前还是倾向用四化 因为过去的机制都是这样子 但是样本数会放大 我们抽样会放大 原本是1068 那我们这次一半抽到3000 对 尾山讲 我刚刚在讲说 他意思说他比较对于手机抽样 会有保留 那不是 那这样会不会被冠上说扣上帽子说 你就是反应挺赖 我看我也别 我旁观者 我不能马上这样说 我要听他讲话 就是说他们会有 我就觉得 我想不要 我旁观者至少说 我不用二分划 就不要二分划 就像我这个节目 我绝对不表态挺赖 像我要讲的说 你们会遇到我们一样的困境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初选 我们只要说稍微支持谁 或反对谁 马上就会有面临到他的问题 你挺韓还是挺郭 变成我们也不敢去表态 所以他们到底说 因为我问到很多民党立委说 你是挺赖还是挺赖 他们也不愿意表态 确实说党内有竞争的时候 对底下 譬如说对立委 对市议员 都要表态都是一个困难 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度 那只是说 昨天周刊报道说挺赖八家将 我不认为 因为我自己媒体出身 我没有认为是媒体 在那边见缝插针 谁放的 一定有人去讲 那到底是谁讲出来的 又变成说郭国文邀集了 这七八个立委 吃饭就是挺赖八家将 我就故意 所以你认为这阴谋论是不是 我觉得有人在操作 譬如说包括赖清德 用台南市政府 在台北的办公室 包括一连串这一些 那甚至赖清德去日本 有人放话说 他准备在日本宣布退选 所以我觉得民党选举有点差 有点变成在 有人在后面操作负面 这也是为什么 我破题说 政治如果变成肮脏失业 其实不是我们热情 我对各党都一样呼吁 我觉得没必要了 所以选举 假设蔡赖赖 时间正式公布什么时候 譬如说五月二十二号 如果协调完之后 当時要作民调 直接民调 然后政监会 什么时候就公布 我觉得蔡赖都是 他们的 那个就是说学精力都够 他們的經歷也夠 證監會就公有清楚 然後提名一個人 我就相信民進黨就會扶中 那時候誰資源多 那變成說剛剛好像資源多的 曝光度高的 就好像就老大一樣 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公平 那只是我要講的是這樣 最後如果藍綠 都是照目前的初選 紛擾的情況底下 藍綠都會扣分 那最後選票會不會轉頭 我也遇到遇到我自己很多 譬如說我的支持者 比較重生的那些 淺藍的 我就想問柯市長 參選否 我認為柯市長會參選 幾乎泰勢已成 我覺得至少九成 他旁邊的目標也算 而且他的動作 整個都是要朝向參選 你看 密集接受專訪 而且他五月二十二號 還要去日本 你看 再來差不多六七月 七月是兩岸論壇 上海論壇 城市論壇 他要帶著 所以你看 去美國之後 去日本 去上海 所以就是一個準備要競選 總統 競選到位的規格 Win for profit 你選擇落下來 但他肯定會撞去 有可能嗎 你說財政 我認為這樣 如果兩黨 國民兩黨 繼續失分的話 有一些中間選民 甚至比較淺藍淺綠 政黨色彩沒有那麼濃厚的 一定會轉頭到柯那裡 我認為柯會漁翁得利 所以兩黨繼續在那裡 表現不好 我不要講比爛 比爛真的很難聽 可是有些人認為說 你兩黨就在比爛 甚至有一個大部分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對兩黨都是謹訊 特別初選一直在延後規矩 在哪裡 變成人家中間選民都說 你兩黨就這樣 我就轉頭 所以我認為柯P會獲益 其實已經發生在烏克蘭了 一個演總統的諧星 許晉明星 竟然高達73%的得票率 他的名字叫澤倫斯基 他已經改變政治學了 坦白講 幾位都讀政治學 我說我大一讀的薩孟武 跟周恩海的政治學 都把這個都推翻掉了 那些書都封存了 還給圖書館 真改變了 我每天因為都要主持廣播節目 我是錄音 幾乎每天中午都要在廣播電台的 這個走廊遇到趙邵康先生 我今天剛好在走遇到他說 邵康兄你什麼時候變寒黑了 你知道他表情嗎 對著苦笑不講話 要走過去 他常會跟我寒暄起來 今天就 他跟他說很無奈 我說你怎麼變寒黑了 不講話 你看 連一個我想他是絕對挺難道理 到現在說 臉都被 臉都情順順 恭喜黃傑小姐 你的這個網路流量暴增 當然這來自一個歷史有時必然 也有偶然很多因素 我也是特別謝謝你 北上來上我們節目 當然你可以先談 我們第二段一定會談韓國瑜 等一下先讓你破題 但是我要先請問 你怎麼看民進黨 然後時代力量 是不是也敘事待發 畢竟時代力量有 這個百分之六的 超過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的得票率 是有徵召或推選總統的可能性 來 聽點評論 請 我先講時代力量的部分 就是目前黨內聽起來 還沒有這個打算 就是包括推出總統候選人 因為其實我們在爭取立委席次上 也要更努力才行 所以我相信這個階段 應該還不需要討論到時代力量 會推出候選人這樣的可能性 對 然後回到民進黨的部分 其實我在自己在基層 我聽起來是基層不想要看到 民進黨內的初選這麼亂糟糟的 因為其實在鳳山 過去其實是綠大於藍 所以他基層其實是很多人 只是支持綠營的 那但是看到現在綠營為了初選要延後 甚至首席民調也要延後 然後到底要協調 還是要 要怎麼樣 就是到底要初選還是要協調等等的 大家其實看了會覺得 那個印象真的是會越來越差 所以我相信對於民進黨來說 他們的為難也在於 到底要不要趕快把這個事情 做一個瞭解 我覺得時間拖下去 絕對是只有扣分 沒有加分 問題是五月二十二號的中職會 至少今天的新聞 也許換話 至少看到說 還不一定會定案 哪一天宣布 那就五月二十二號 號到什麼時候 那增加地方的 你們焦慮感 對啊 不只是焦慮感 甚至那個衝突會越來越大 因為大家會逐漸的繼續爭辯 爭辯到最後 這整個大家的團結的心會消失 所以我相信對於我們這種 就是支持臺灣價值的人來說 也希望看到綠營趕快做一個決定 決定程序到底要不要納入手機民調 然後決定要初選 還是要直接徵召誰都可以決定出來 中職會趕快討論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雙方人馬 或者是說民進黨動作就開始了嘛 然後基層也才有一個依靠說 我們2020要支持誰 這是一個要趕快讓大家團結 趕快吸引起來 而不是這個時候繼續讓黨內的初選 就消磨大家的信心跟耐心 我回應你 當然也許有人放話 也許不一定事實 至少今天看到說 有人說民進黨根本不可能有黨內出選 怎麼說呢 沒有 就有這個說法 至少要求助 因為很多效果 但是至少我要把這說法說出來 有人說民進黨根本不可能有黨內出選 但就我自己看起來 我會覺得我對於民進黨 還是有一個民主進步的價值在嗎 如果他們真的尊重民主的話 這些基本的程序正義 程序民主 還有包括公平的制度 這個都是先決條件 怎麼可以直接說不可能存在初選呢 我覺得這樣是對一個 我們尊重選舉制度的人的一個破壞 信心的破壞 我記得1980年那時候我在美國 我從來沒有看到什麼叫政黨輪替 台灣沒有 但是我看到美國政黨輪替的 卡特把權力交給雷根 我看著卡特在 因為謝忍總統說要做執政衣 從白宮這樣做揮手 我看我第一次看我都流眼淚 為什麼 我說這叫做政黨輪替 如此的和平轉移 之前 我們都說那種 我以前總是從來沒有看過 我是感動到自己會自己流淚 這是我生命死一件事情 因為以前沒有過 好 我們就希望民進黨 你就學學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 他們從來沒有說把制度在延後的 坦白講也沒有 所以其實民進黨面對整個社會 非常嚴峻的考驗 昨天王浩宇先生就坐在今天 黃捷小姐的位置 我想現在寒黑活地謀位置 應該已經有黃捷小姐期待了 是開玩笑的 但是因為你這個白眼事件突然 沒有 下次講萬安了 好 等一下 好 你可以判給他 原來你這個獎盃也輪替了 活地謀也輪替了 你反應非常快 好 我們就從國民黨的問題 其實也不妨多讓 其實國民黨的分裂危機 我引用林宗斌教授的話 林宗斌是深藍的 他爸爸是空軍中將 他媽媽是台大中文系教授 我所認知都是絕對深藍的 還深深深藍 他都說國民黨目前的情況是 國民黨內鬥 民進黨會團結 好 我們就來看國民黨的問題 從高雄市議會韓國瑜市長的表現 來 我們等一下請黃潔小姐來評論 市長請答覆 我曾經去過 你不要坐下 韓國瑜回答完問題後立刻坐下 讓議員康玉成很不滿 因為在質詢前 康玉成就要求要急問急答 要韓國瑜一直站著 不要坐下 但韓國瑜滿臉不爽 不予理會 市長請站起來 市長請站起來 主席請市長站起來 一開始火氣就不小 接下來康玉成問到 橋頭科學園區和促差案 韓國瑜更顯露出不耐煩的態度 你敢知道 這個科研福 對我們高雄的重要性 是什麼請你回答 我們請經濟發展局副市長回答 你還是不知道就對了 那不用回答 請經濟發展局副市長回答 不用回答 提到橋頭科學園區 是因為下午蔡總統要來 綠營議員拉蔡總統打韓國瑜 企圖拉高層次 沒有能夠讓市長市政府的團隊 落魁 這樣子一個迫切感 超過對高雄市未來 整個經濟發展的願景 這是很怪異的 沒有嘛他真的是一問三不知啊 其實問很簡單的題目 包括他自己出餐公告的三件 他一件也打不出來 議員炮轟韓國瑜不了解市政 就連他和媒體人黃光琴之間的 版稅爭議也成為市政質詢焦點 因為居中處理版稅的觀光局 主秘高美蘭角色很敏感 如果你已經是高雄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你去喬這個版稅 是在上班時間還是在下班時間 韓國瑜前一天在議會質詢中說 高美蘭替他處理版稅是在上任前 黃光琴立即在臉書連po兩篇發文 表示高美蘭從1月到4月 持續處理出書事宜 也打臉高美蘭 說他一開口就要求 比照李敖的21%版稅 遭到拒絕後感到不可思議 還驚呼他是韓國瑜也 韓國瑜也已經證實 不明白為何高主密咬人 第二篇發文更是 剑指韓國瑜的誠信問題 說韓市長和高美蘭有說謊之嫌 我只能說我處理這些事情 是在我到任之前 謝謝其他的我就不回答 謝謝沒有沒有沒有 版稅爭議持續延燒 韓國瑜卻沒有正面回答 不只用人誠信問題 也受到考驗 我不得不這樣說 我對康議員跟韓市長說 請你們都 我要強調請你們都保持 屬女聲勢的風範好嗎 不管拉高聲音或各種表現 我都非常不以為來了 我絕對不是說英國或美國的議會絕對完美 有人說英國國會除了不能把公雞變母雞以外 什麼都能變嘛 但是你看英國的國會跟美國國會 他們是沒有這個職 他們有公聽會 請看公聽會再怎麼樣 他是保持一個應有的紳士屬女風範 而且你要特別注意喔 他在質問對方前會先把對方肯定 肯定會長高再問 所以雙方能夠就事論事 我希望韓市長你畢竟要備訓 我也不認為剛剛康議員的聲量 我覺得我也不認為 坦白講 我如果引用的話 有點像小學老師在教訓小學生 但是韓市長你那個樣子 我也坦白講 一批天下不然輸 我也不以為然 我為什麼今天特別用這個 我最關心國家認同民主價值 民主價值還要風範 第二我已經講過 這是微博提出的熱情判斷力責任感 我們都在看 我們想知道 第三最高境界 叫深沉厚重 我爸爸經常跟我講 當然我也未必做到 他說男人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綽綽乎其有餘欲哉 大將之風綽綽有餘 我不得不對韓市長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挺韓 不是非韓不投 挺韓不看的報紙 給韓國瑜的三個中固 我引用就好了 我都背起來了 請韓國瑜市長 你的IQ EQ 包括高一點 他主要是EQ 你情緒控管有問題 這個社會講很明顯 第二 你的治國團隊在哪裡 大災問 這兩個問題就把你韓市長 你第一個 你的情緒控管真的有問題 所以唐湘龍先生只是講一句話說 對這個韓市長忍了這一句話而已 那結果其實蔣萬安先生講的 也不是沒道理嘛 是比較沒理性嘛 我說何止不理性 民粹政治嘛 很多韓款是民粹嘛 來 晚公歡迎你們晚公 我就說謝謝隊友釋放禮炮 我是從來不看不甩的啦 我也不在乎啦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我們請問 本來是公親必輸助 輸助黃傑小姐 今天那個康議員 當然聲量也蠻大的 你自己身力吸引 你就針對這個議員 你的觀點 我們想知道 請 好 其實在議會 從上禮拜五開始 我們都可以看到韓市長 他其實是真的 所謂EQ 真的有點問題啦 他在議會背詢 本來接受議員的質詢 就是天經地議啊 但是可以看到 他非常的藐視議會 他甚至擅自的坐下 甚至說我要要求誰來回答 但基本上這些在議會 本來都應該是由議員來決定 或者是由議長來決定 身為一個背詢的人 他怎麼可以擅自說 我要坐下 我不要答詢 就不答詢 我要叫別人答詢 就叫別人答詢 甚至還鬧脾氣的說 為什麼我要像小學生一樣站在這裡 這是第一件事 我覺得他已經非常不尊重 這個所謂的代議民主 或者是說 很不尊重我們在議會裡面 質詢的這樣子的一個 代議政治了 再來是他所謂 剛剛有提到他用人的問題 他用人的問題 其實是非常的明顯 可以看到他最近用人有問題 包括他的 他之前找記者去當運發局的主秘 他的維多利亞的總務組的人員 當高雄港土開公司的總經理 甚至到現在李嘉芬的閨蜜 要拿當觀光局的主秘 這一連串都是有點 發現他有點開始公私不分 然後他把他個人的團隊 過去的好朋友都叫進來 他的市府團隊 這我是覺得在專業上 或者是對市府未來的發展 我是覺得蠻心存疑慮的 所以以上會覺得說 市長他當然 包括現在還有很很激烈的韓粉 我覺得昨天蔣萬安講的那句話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比較沒理性是說 他們因為不知道 要怎麼樣支持韓市長 因為說實在的韓市長 在除了呼口號之外 他在議會備詢的時候 拿不出任何實質的證據 我請教他對自進區的回答 為什麼不敢回答 為什麼要我相信他 第一個是他不瞭解 第二個是他過去做的 他提的東西是可能五年前 之前國民黨中央有的東西 所以他急救章 趕快拿出來用一下 殊不知大家會去問這個 他不熟的東西 所以在議會他就自爆了 這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我想觀眾好奇說 為什麼一個翻白眼 讓你網路流浪突然爆竊 為什麼會有這個線 你自我解釋 讓我們想說 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 我相信大家都喜歡 有娛樂效果的東西吧 因為說實在我當下沒有 這叫娛樂效果 因為是被媒體抓出這一小個畫面 因為說實在當下在場的包括我啊 包括其他議員還有其他助理等等 都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小動作會被突然的爆紅 我這樣講我聽你稍微圓一下所有的事業都表演事業了 可是說實在我當下沒有在表演啦 因為我其實可以如果看我完整的質詢的過程會知道我過程是非常保持理性的也沒有大聲起來也沒有刁難或者是爆氣要拍桌辱罵等等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我就是就市政內容向市長請教但是市長回答不出來我相信是他自爆而不是因為我太會表演 好我還是要引用林中斌的教授的話因為他是清然的沒問題吧 他說啊 韓國瑜先生把黨內的人都得罪光了 這他講的喔 你把馬總統得罪光了嘛 你把吳敦也得罪光了嘛 這什麼權貴啦 還有台大法律系畢業都鬼分二十年嘛 這兩句話都得罪光了 那你坦白講 不要說他黨外連自己黨都得罪光了 我要提醒的是喔 如果國民黨硬要替 看昨天中常會是要替韓國瑜市長量身打造嘛 那我現在公開講 我如果是創意文總統喔 我馬上跟王金平院長聯繫我們來合作 如果如果蔡總統得到門票的話 裂解你國民黨 台灣發生過啊 1996年 李登輝總統裂解國民黨 讓輝組流出去 李總統跟民進黨合作 今天怎麼不可能倒過來呢 蔡總統裂解你國民黨 把王金平整官地方派系喔 我舉個例子吧 台中延青標嘛 彰化王惠美嘛 雲林張立善嘛 隨便擠我就可以從北擠到南啦 八九雄白派啦 來把你撐出來 你不用怎樣 那只要說 這是再把1996年的 裂解國民黨方式 主流回主流 把你列出去 你郭台銘韓國瑜再怎麼強 你都不堪本土派出走 我在這個節目 我一再點啊 別人沒有點出來 我要點 那也許你認為我為你聳聽啦 但是我太瞭解 今天王金平旁邊那個頭號軍事是誰嘛 你也知道嘛 對不對 他如果在1996年做一次 怎麼不會在2020再做一次 當然會做嘛 是不是 來 請你做個評論 我覺得國民黨的局勢跟那時候的 胡大哥講的時空背景 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 現在國民黨跟那時候 主流非主流的那個情況 也不一樣啦 而且第二個我認為 王金平院長他還是 對國民黨還是有深厚的感情 所以他說 他要選舉會走到最後 是初選走到最後 還是說初選他沒拿名 一定會偷黨參選 一定會選到最後 他說選舉公布會有他名字 我認為說會不會走到那一個階段 我覺得每一個參選人要算進場 一定要把話講到最堅定嘛 我認為說他也是非常有智慧 而且從政履歷非常深厚的人 那最後到底出選怎麼樣 我們今天中宣會通過嘛 就是說到下禮拜三 我們通常會通過一個特別辦法 然後把所有人都納入做民調 然後會舉行市場證監會 然後會找五家來做民調 一家做三千份 所以在裡面 我認為說只要講清楚之後 我覺得王院長還是有 居有競爭力啦 包括朱立倫市長 都相對的有競爭力 雖然現在民調是跟國民相關 不過我們七月二十八 全台會拿名 那時候你確定說真的 能不能針對韓國瑜市長 在高雄市議會表現 我他沒說 我都害怕了 我跟你講 不要說市長 我在辦公室看到同事來找我 我都要站起來跟他講話 不管男男女女 這最基本禮貌 這個叫做人道理 我在辦公室可以證明 不管是 尤其是女士 一定要站起來 對不對 這基本道理嘛 韓國瑜市長難道不會做嗎 你被議會監督是 天經地義的 站起來是應該的 本來就要站起來的 對啦 基本的 市長 這一點不對喔 韓市長這一點不對喔 對 我覺得這個他要改進 因為他要尊重議會 不管議會怎麼樣 你說我覺得是沒有黨派之別 你說議員是民進黨的時代力量 他還是代議政治的行使 我問你台北市的柯市長 或新北市侯市長 如果坐著 那還得了 就是說我就是講台的設計 跟台北市新北市不一樣 因為台北市新北市市長的 達巡台的是在中間 他一定要離開座位站過來 那那個高雄市 他的比較特別 他的都在那一半 但是不應該隨便輕率的 坐下去 我不 坦白講我不妥啦 我覺得這個會有 不尊重 這不尊重議會 有社會觀感的問題 我覺得說不管議員 再怎麼質詢 也我覺得都是天津第一 而且都代議政治的行使 因為他們都是選票的 main day 我覺得他們是代替人民 質詢這些議題 而且都是市政的議題 我覺得應該是要回答 如果不回答的話 或答得不好 我覺得都會扣分 所以質詢台就是一個考試 如果考試沒過關的話 當然對對個人選舉上 特別市政 我要建議 因為韓國瑜市長有可能變成 我們總統提名的候選人 他現在最熱門民調相關 我認為至少在現階段 在我們的初選之前 在高雄市議會六月五號 六月五號結束 在這會期 至少市政議題不能再扣分 你扣 扣一個香 你直接扣一分 而且會被棒大效應 不過現在每個議員 都抹刀火火 我覺得譬如說 像那個橋頭工業園區 像這種議題 我覺得他都要把他背了 滾瓜爛手 包括 包括議員說的 他在質詢那個 譬如說那個 免稅倉庫 跟自貿 自貿區 那是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那個 所以這兩個 我覺得他都可以解釋清楚 我覺得這些議題 我不認為韓市長不懂 有時候是不是因為太累 還是怎麼樣 還是被斷張取 我覺得至少在這一個 市議會質詢 他要把他當作是戰場 人家要讓你靠分 我覺得你要盡量 在這一方面 至少不要扣分 甚至要得分 因為畢竟接下來6月5號 市議會質詢結束之後 那進入國民黨初選 你也要證監發表會 市場證監發表會 你要對國政治理國政 你要公共強策 治理事政跟治理國政 是不一樣的議題 所以我認為至少現階段 不能再扣分 我是好意對韓市長講 我跟你也素媚申評 但是你在市議會的這種率性 這種態度 對你非常不利的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說 政治的藝術就是 讓對方激怒 讓對方生氣 讓他窮行極象 所以尼克森最喜歡講說 我知道你的內褲是粉紅色的 扣對方帽子 表示抹紅 他說我知道你內褲是粉紅色 對方就暴怒了 那你一個生的勞行宰宰 孫子兵華這一句話 韓市長 民進黨的議會黨團 正在用這個方法 孫子兵華說的 因為我們有主要用寫筆記者 怒而勞之 讓你動怒 讓你阻擾 這叫怒而勞之 你看這個戰法你不懂嗎 你還是東亞所畢業的 毛澤東的戰法一樣 怒而勞之嘛 是不是 你一定要平心靜氣的 就九十度鞠躬 人家會高興 如果你明天九十度鞠躬 說謝謝 身手不打少年人 我想看議員或防疫 一定會出來也輕聲細緒 非常輕聲細緒的問政 就不會如此的王世堅 對不對 王世堅問問政 柯皮問嘴 就是這樣 阿語包容 他要回到之前的態度 比較謙卑一點 我現在有丹波打死了 我覺得現在這樣口號 他現在表現 你在講愛與包容 隨意相信呢 我坦白講沒有 這口號嘛 連愛與包容口號 花大才也口號 沒有啦 這個修盛就好了 希望如此 我是好意啦 我也沒有什麼挺不挺韓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一個市長這種表現 在所有的縣市長裡面 我公開講 韓市長你在議會的表現是最後一名 剛剛媒體表現就夠了 你看侯市長 我看到謝金河先生評論 低調 其實這是警察訓練出身的 把市民做好就好低調 侯市長有沒有做事 有啊 有沒有爭論 幾乎很少啊 看看你們同黨侯市長的表現 也許我講不一定對 韋善請評論 一起評論 順便新北市長一起評論 對像我們現在也正在議會質詢 那我們雖然總質詢還沒有開始 但是就是我們的侯市長 也有經過第一輪的市長的這個背詢了 那其實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其實市長作為一個民意的基礎 但是議員也都具有民意的基礎 所以其實市長是在面對民意 而不是面對各別的議員 那對於議員的尊重 其實就是尊重背後的民意 那我覺得他的臉書 的態度確實是非常的不妥 那也應該要就要調整 那最重要是要對市政上的用心 不過就我覺得整個國民黨 其實真的都是在因人設施 也真的是為了這個韓國瑜 在幫他做這個總統候選人的這個解套 那我想形勢比人強 其實就跟蔣安 昨天講的一樣 就說流嘴 就是說韓粉就是確實是不理性 但是這個不理性 這也不是說流嘴 應該說出事實 應該是說 有非常 他的有非常多狂熱的支持者 那這個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point 就是說你一個政治人物你如果沒有聲量 你沒有支持者 當然你就不可能被拱上大位 那只是說韓粉這樣的行為 確實是也會帶來他一些困擾 但是什麼樣的候選人可能就會有什麼樣子的支持者 這也許這也是一個可能是一個combine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韓國瑜剛剛那個就是主持人有點出很多 就是說他惹到了很多黨內的大佬 但我覺得他也同時是惹怒了很多的媒體人 那我覺得在不管是像蔡詩平也好 或是說像是黃光晴或是像最近的李彥秋也好 其實也都遭受了很多他支持者的一個惰罰 那我覺得這對於韓國瑜未來要在競爭一個大位 確實是有很不利的因素 但是無論如何就像蔡詹恩說的嘛 他有七成的民意基礎 以國民黨內對他的這個喜好程度 所以他還是很有可能會變成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只是我想要問一問大家 其實我相信很多的高雄人現在都覺得非常的後悔 我自己也是高雄人啦 那那個黃傑也是高雄人 其實我們都聽到很多 原來你也是北漂 我也是北漂 對 表現很傑出啊 沒有 也是靠著大家的幫忙 沒有愧對護老 對對對 高雄是培育我一個很棒的搖籃 陳秉康律師也是北漂 現在在苗栗先當一千 也表現非常優秀啊 沒錯 我覺得高雄的子弟都是非常優秀的 也都非常的爭氣 那韓國瑜是難是難飄嗎 所以請他拜託他 叫做南下幹部 1949南下幹部 所以我們看到他就是這樣子執政了大概快五個月 我們可以看到高雄的這整個檔機器 不是檔機器 這個市府的機器是轉不動的 我們可以看到像最近都有爆出來啊 包含像高雄的中央公園 才四個多月就已經一片死水 還有很多像是包含像是他的春娜 最近這個潘城區被抓包 他的這個照片裡面 他信誓淡淡說有兩萬人參加這個表演的節目 可是實際上在台下的觀眾可能就是數百個人 然後零零落落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韓國瑜他在吹大牛的時候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牛皮已經快被他吹破了 其實他並沒有那個能力去幫助大家發大財 或是沒有能力去管好市政 我們可以看到一切的一切都是鬆動的 包含他在用人也是 好像現在很多高雄的局處首長目前都還是代理的狀態 他還沒有找到一個真正有專業的人可以來做這個局處首長 那我覺得也是為什麼他的市政現在一直都是在一個螺絲很鬆的狀態 甚至是他必須要沿用他老婆的司機來做為什麼 什麼什麼一個開發企業的一個董事長 月薪是十五萬啊 這個整年度領下來是兩百多萬 比吳英寧還多 吳英寧還真的有那個專業的背景 可是一個司機他可以掌管上千億元的開發案 我們就可以知道韓國瑜的用人是非常的不理性的 那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他如何管好高雄 那未來如果他真的要變成一個總統候選 甚至有可能變成總統的時候 這對於台灣的衝擊是多麼的大 所以我真的要拜託觀眾朋友 就是清醒一點告訴你的身邊的朋友 就是說你在選擇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是會後悔的 而且這一後悔是四年的 四年甚至是八年可能是更久的 那大家在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有時候不要只是為了一時情緒的投票 還是真的要理性一點 去分析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我要講一個國民黨脫黨的故事 1977年的中立事件就是桃園縣長選舉 許信朗是脫黨參選 但他為了穩住他的基本盤 他被開除了 他一篇轟動一詞的文章 吳欣勇為國民黨黨員 他高票當選 去今天42年 他的對手都還記得 叫歐縣玉 縣法的縣 周瑜的玉 三國瑜的周園 歐縣玉 他調查局出身的 那是一詞口號叫 既生於何生量 量 就許信良的量 你看 我是說 如果哪一天王靖民說 吳欣勇為國民黨黨員 去跟民進黨合作的話 不是提點 希望不要花生 但是要注意 要了解一個人的心思意念是非常困難的 除非他正在追逐最高權力 權力會暴露人性 這可不是我說的 這是古希臘的悲劇作家 索福克里斯說的 韓市長 你想追逐全力 人家開始在對你言行考打 我認識很多非常成功的 美國籍的猶太人 他說他們家訓 第一點要做生意 他的爸爸告訴他 不要把自己塞到別人嘴巴裡面去 我說這什麼意思 不要把自己塞到別人嘴巴 不要讓人家每天談論你 談論你不是好事 你看 三良教子 黃光琴 黃捷跟抗議成說三良教子 沒有錯吧 你講他良他會抗議 沒有 這是美交良的良 沒有錯吧 你看三個議員或是一個作家 就把你的整個問題點出來了 猴子爬得越高 屁股看得越清楚 美國願意 最後我希望各位各以一分鐘 來很誠懇的讓大家知道說 你們基成想法 你們對總統大選一種期許 像我的期許 我一定做文版子 我希望建構國家認同 民主價值跟公平社會 這是我期許 我們就先請這個黃捷小姐 三位 你們對臺灣未來的期許是什麼 對選民的期許是什麼 來黃捷小姐 其實當然對總統大選最大的期待 就是最尊重民主 然後最支持進步價值的 就會是我們可以帶領臺灣走向 未來的方向的這樣的候選人一定是會獲得最大的民意的 這也是我個人的期許 好 尤其我要強調國家認同 當中美貿易戰 正在進入最後的 不知道收尾階段還轉折階段 我們臺灣的國家認同是什麼 以及民主價值是什麼 這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我想阿賢雖然是來 我當然是屏東 子弟也是 你也是北漂 但是從報社轉戰 那個議台非常成功 你一定有所感 你也是南部子弟 有什麼期許 臺灣民主 其實總統只選那麼多次了 選立委 然後選縣市長 我覺得臺灣民主 是一個 至少說是一個 就是說是一個典範 我覺得這要持續把它延伸 持續深化下去 可是兩黨要做一個典範 不要說好像說制度 因人設施 我覺得這對兩黨 對臺灣民主都是一個傷害 第二個 我覺得臺灣要更有自信 走向開放 特別在經濟的部分 民主走得比較前面 那經濟部分要更加開放 譬如說蔡英文也主張 要加入那個RCEP 跟那個CPTPP 這份我覺得說臺灣在目前 融入世界的經濟體系 加入FTA的覆蓋率 只有九%多之外 我覺得要更進一步開放 所以包括自貿區 目前要更進一步去開放 我覺得不用怕開放 臺灣的產品是有競爭力的 但是臺灣還是注意 你看如果美國對中國的 made in China 都刻意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的話 自貿區好嗎 那想想蔡總統上了以後的 新南向政策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做過風險評估呢 我是持正面態度的 換句話說我們的政治人 有沒有預估未來的風險 以及目前的國際處境 應該是我們必須更加深刻認識的 來 韋山也請你做結論 是 其實臺灣現在就是在面臨一個選擇啦 到底是要一國兩制 還是要兩國兩制 那我覺得臺灣現在目前確實是面臨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更有自信 去看待臺灣現在的一個生活方式 那我覺得我們不要毀壞了這個我們三十幾年來 多年來的一個民主價值的一個追求 那在經濟上面確實可能跟某一些大國來合作 他可以獲得某一些的利益 但是希望不是政治利益的交換 那我覺得臺灣應該要真的要走出去 我覺得在做了這麼多年 不管是對於新南向的這個經濟的接軌也好 或是走向世界也好 其實都是比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一個狀態 還要更好 我覺得民眾應該要重新審慎思考 要如何來做選擇 那希望臺灣會更好 然後民主會一直延續 我剛剛特別提到1970年代一位 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叫麥高文 你現在大家忘了叫他了 其實他是敗給尼克森 尼克森在1972年當選的 但最後誰輸了 尼克森1974年就隨便事件辭職了 雖然麥高文落敗了 但他提出的新生代New Generation 在1992年 在年輕的所謂的Young Democrat 青年民主黨員裡面 產生一位總統叫柯林頓 我是以這種態度來面對 包括特別鼓勵我們年輕人 或許你只是剛剛進入政黨而已 或許三四十年以後 就像柯林頓以後 新生代 會成為國會議員部位首長 跟國家領導者 我是以這種期許的心態 來邀請我們的年輕後進 這是我跟其他政論節目不一樣的地方 也祝福你們 也希望你們把基層草根的聲音 能夠發揚出來 謝謝三位 謝謝 經典 發揚 發揚 abges什麽 發揚